這個論文門的風暴裡頭 我看你也意外成為當事人 對不對來 宇凱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這裡頭因為昨天他說 這個口試委員交叉持股 這個去這裡 不過我這邊要講一句公道話 如果他的資格符合 說真的交叉 你認真去好好去審核 是不成問題的 因為比如說姚老師他可能到 大陸所擔任這個口試委員 他也有可能到這個政治研究所 這個都是他的領域符合的話 交叉互相擔任口試委員 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重點是你審核出 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生標準 這才是個重點來 你也是身處其中 為什麼 你好像遇到裡頭一個非常矚目的 口試委員對不對 我現在說就是說 不管是李梅貞 或是原本有打算表態參選的李雅敬也好 他們都是在中館大學的在職專班 那基本上一個政治人物 他可以沒有能力 但不能沒有人格 選民可能可以不看你的學歷 但是他要看你的誠信 所以說不管是 李雅敬或是李梅貞 他們的教授跟他 都做了一件非常負面的示範 就是說在這個論文審查的過程當中 一來 抄襲的問題沒有發現 二來在找口尾的時候 找了完全不適任的口尾 一個只有專科學歷 一個也是高階在職專班的碩士 就來審查一個 全職碩士的論文 那 我那時候 曾經有要去參與這個 中館大學公共事務 管理研究所的碩士班的口試 那我非常印象深刻的 就是 李雅敬的這一位指導教授 他叫汪明生 汪明生 這位教授非常奇怪 他有時候用的是明天的名 有時候用的是金榜提名的名 在不同的地方他會用不同的名字 那後來呢 我去查了一位 這下汪明生老師的資料才發現 所有關於他的報導 都出現在 所謂的中國媒體上面 中平網 中國的公共事務論壇 等等的發表他的文章 結果 我記得汪明生老師那時候跟我講的 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段話 他說 你去考試 所以你進入到最後一個階段 口試的階段 口試的階段 口試階段 那汪明生老師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我知道你很有理想 但是這個社會的運作 不是你想的這樣 你把標準放低 你自己在社會會好過一點 那我聽完這段話 我真的非常的 憤慨 我當場幾乎就直接想離席 還好那時候口試剛好結束 但是 五年後 我回想到他之前跟我講這番話 我理解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他為了要讓他的學生 或是要讓他的中國的這個代言 能夠更好 所以他選擇降低他的標準 他降低的標準就是在口試的那個過程當中 他找了不適任的口尾 那這樣的結果會導致什麼呢 高雄 走了一個韓國瑜 我們 市議員期待的是接下來有一個能夠在 質詢台上面 好好回答問題的市長 就這麼 這麼低的標準而已 結果你現在不管是李梅貞 或是李雅進 我相信他們如果 真的當選市長 真的站到那個質詢台上面 他們會跟他們的口試一樣 造假 沒有辦法回答問題 像現在李梅貞 我到現在都還在懷疑 他到底有沒有看過他自己寫的論文 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葉遠芝說沒有 他可能是 找槍手 槍手寫完之後呢 他被槍手騙了 他也不知道槍手是 去拿別人的論文來抄襲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叫抄襲了 這個根本叫做 這個叫做注印了啦 他96%的論文 拿別人的 應承自己的論文 他是在幫原本那個作者注印了 那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想 如果他們當了市長之後 他完全沒有辦法替自己的這些 公共政策做辯護 他也沒有辦法在質詢台 上面好好回答我們市議員的問題 那我真的懷疑是不是 走了一個草包換了一個花瓶 很害怕 我吶 嘻